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 case 看股 今天是12月12号 今天是啊 星期三咯 星期三咯 今天打疫苗啊 不好意思啊 今天身体打了疫苗 早上中午还ok 现在有一点开始有一点啊 有一点累了啊 有一点累 有点什么 有点不舒服 没有什么舒服了啊 好像觉得有一点不爽了啊 今天视频会短一点啊 今天早盘咯 早盘我讲这两个是 就是啊 这个晚上这个视频 我会啊 述短一点啊 因为有点累 所以啊 我只是会focus 看今天看 钢铁 今天钢铁 钢铁大战了啊 钢铁看来好像有机会玩 所以早盘我已经讲了这个啊 早盘我讲了这个 早盘我已经讲了这个啊 科技和钢铁和能源啊 怎么样玩啊 所以我的战略 怎么样玩这个科技啊 怎么样玩这个能源 你看我的早盘咯 早盘我有 讲到比较详细啦 要怎么样 我觉得我应该会怎么样玩啊 不是讲你一定要跟着我的方法 也不是讲我的方法一定对 我的看法 我的心态是这样的啊 你看一看早盘你就知道了 好 现在我们看一看马股哦 看上本就是明天哦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情景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对于我不会担任任何责任 可以记得要看科技跟那个能源 看早上视频 看这个视频 现在我们快快讲一讲这个国际先 马股跌了一点点 一点罢了 0.070% 收债1563还ok 新加坡上了0.265% 香港上了2.793 蛮多 中国 韩国上了1.54亿 日本上了1.925 泰国上了0.683 菲律宾上了1.827 中国FTSE上了1.068 中国SSE上了0.84亿 中国SSE上了1.39亿 这个澳洲上了0.660 印尼掉了0.014 纽西兰掉了0.21 而台湾上了0.477 印尼加坡上了0.867 今天全部反弹了 全部反弹了 亚洲大部分在反弹了 这个欧洲也反弹了 这个英国FTSE上了0.759 德国也上了0.580 你看美国 美国大约上了0.508 NYSE上了1.022 这个S&P上了0.916 这个NASDAQ上了1.4 所以 OK 因为这个 这个全部 股票全部有反弹了 昨天我讲 我们要等美国的财政部 等那个 Drone Power出来 听他的这个 他有出来演讲 他有讲 这个美国的政策 这个 美国这个国 这个什么财政部的政策 所以他带来的语言 他带来带来的那个什么 那个心态 那个 情绪是没有这样严重 他讲他没有 可能没有 没有 不会 他不会立刻 好像是不会立刻 起那个 interest rate 那个 利息 还有第二 第二他就讲 他 他没有 可能 如果他需要 他才再加多几次 起那个利息 现在很多那些 什么投资者 他怕他一直会起那个利息 会对他们的投资 尤其是对股票投资会有影响 所以现在他讲 现在他是讲四次来开始 昨天因为那个美国 那个JP Morgan的主席讲 可能会比四次更多次 所以market 很慌张 就是那个JP 应该是那个JP Morgan的主席 那个Demi Diamond讲了 所以全部大跌的 就是他有这样的能力 他有这样的实力 可以弄到全部的股票大跌 今天那个 那个所谓JP他就比较 他就比较 pemple 你们一点了 给你们 给你们一点甜头 不要给你们这样慌张 所以他讲到他需要他才再加 好 这样子那些 那些就 那些投资者可能就冷静了一点 下来 所以今天有一点反弹 这个布施 布施讲 哇 立刻又要跳回进去 所以你要怎样玩那个 那个 那个科技 和那个EU 看早上视频 早上我有讲了 我的看法 因为我有图 我有开图讲 我在图那边解释怎样玩 所以你看一看早上 那个你就比较明白了 但今天反弹 因为昨天他的 他带来的那个 sentiment心态 是没有这样凶了 没有这样凶了 so That's why 那个market有一点 信心又反弹一点 然后今天 中油 53 47还不错 Band Oil 油上了 Band Oil 83 你看Cruid Oil 81 那天我讲 那个原油 Cruid Oil突破80 你看 会 是不是会 是不是那个油会涨 今天那个油就涨了 今天第一次突破80 对吗 他那个油就有动力了 80就是那个benchmark 那个水平 很多人在看那个水平 他们心态就是80下面 不是很好玩 80上面 他要重了 好像金 我们一直在看1800 1800也是不能 我看现在要看1850了 他去到1850 我们才是对他 乐观 1800已经不能算了 因为他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 1800那边上下 上下 他不算了 我看1850 比较准 暂时 不要玩先 把这个金 今年应该有机会的啦 你看他慢慢的涨了 慢慢的涨 Silver 22.73 赢 所以我们看一看马股 马股今天 今天OK啦 今天然后冲上去跌下来 然后最后收再来 还跌一点点 所以没有什么上 没有什么上下 现在上了几天 现在有一点调整 OK啦 有点调整 还OK 这样子上升趋势还是 还是OK 然后上升趋势还是可以啊 没有没有跌破 还是 呃 呃 哇 还是怎么怎么讲 还是可以啦 上升趋势还还在啦 还是OK啊 今天打了疫苗有一点 头脑都慢了一点 啊 OK 我们看马股今天清细59 上升股569 下跌股389 都还不错啦 清细是不错啊 清细还是不错 这个3.3 今天这个交易量 跌了一点 跌了一点 09.0.07% 1563 所以market还不错 你看到啊 这个板块也是很多青啊 啊 消费上了0.30 啊 industry工业上了0.89% 有时候工业继续上啦 工业是OK的啦 我觉得 啊 今天建筑也上了一点0.23% 今天科技有小反弹啊 因为昨天啊 昨天那个金融POWER 出来 啊 给你们冷静一点啊 不要再杀你们了 啊 现在美国的投资者的时候 现在有一点反弹啊 我怎么样玩 看早上视频 啊 金融掉了0.5亿啦 今天我们也是知道date的啦 昨天涨了降多很多人去套利了啦 啊 很多人套利哦 你要套利也可以 套利了等他跌下来了啊 跌下来了 这几天跌下来 我们再加仓哦 啊 看他便宜便宜 我们再加码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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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0.2 中指 0.42 没有什么上 啊 0.19 上0.19 这个能源今天上最多 1.69 啊 这个 手套啊 医疗0.07 上0.07 没有东西完 电信掉了0.39 有时候5G还是不能带动这个market 啊 5G还是 还是在那边 半天掉了啊 啊 这个我讲这个transportation 要看一下啊 这个也是 有可能是 有可能可以老一点 复苏股了啊 这个transportation 这个运输0.3 上了0.83 不错啊 啊 水电utility 上了0 掉了0.37 所以今天我是集中在 钢铁了啊 因为今天不是很舒服 所以集中在钢铁 所以新闻那些 我不会讲太多 所以今天视频我会做的很短啊 所以今天看这个找盘啊 找盘啊 找盘啊 也是讲蛮多东西啦 虽然是打了疫苗 找盘没有这样 还没有 身体还没有觉得 啊 这样啊 有什么不舒服啊 现在就有一点点啊 有开始有点累了 啊 ok我们看钢铁啊 我们看钢铁价钱啊 看钢铁这个 啊 中国的这个啊 什么啊 中国的钢铁价钱没有上 哎呀 所以还是慢慢滑 就像有一点转弯一点上去 但是不是很强 我们看这个 FTSC 中国的这个啊 Industry metal工业钢铁哦 工业钢铁指数还是 没有突破 他有一点反弹 你看啊 RSI有反背离 RSI这个是bullish bul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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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ergence 证明他是 他的背离是上升背离啊 不是下跌背离 下跌 下跌慢慢有跌 做一点更低的低 或者平平的低啊 but RSI已经做了更高的低 这个是一个bullish divergence 通常是上升的啊 ok 通常是上的啊 这个这个是背离 是上升的背离啊 我们看一看钢铁指数 啊 这两个没有什么 看到他这个 没有看到这个钢铁反弹啊 所以我讲我最喜欢看就是这个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最重要啊 这个钢铁指数 你看钢铁指数冲着上去了 对吗 这个有料到 你看我们钢铁 起了 因为这个你看 连 他在这边啊 我们讲在这边是横盘 他突破这个 50 对吗 50就是开始要上降了 所以他突破我的冲着上去 你看我们钢铁股 立刻尖效啊 立刻尖效啊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啊 那两个我们也是要看啊 所以至少可能 改次那个可能 改次那个中国的账 这个也会账的啊 也我们钢铁也会账 可能这个 这个这个钢铁指数没有账 我们看两边啊 就其中一边有账 就我们就要 就要去看这个钢铁 钢铁股了 如果两个一起账 最好了 of course 我们看今天安州啊 安州 安州是 6556啊 656叻 他蛮强咯 他一层一层的高咯 现在已经做了 higher high了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 最好明天跌上来一点 跌一点点 最好明天呢 如果有人套利 take profit咯 你给他跌一点才买 比较逮一点 比较值得一点 或者你放一点 1.9啊 今天1.97 你放什么 啊 一点啊 buy stop buy limit limit order 买 买给他低一点 如果买到低就好了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 他这边有很大压力 他这边有两个很大的压力 在这边 2.13或者2.83 所以你要小心这两个 他是下跌 其实我们捞底 他不是很强 所以捞一点 我是 我会玩玩一点 我不会玩多 我的大部分子弹 我会放在那个 附属股那边 就是 银行啊 工业啊 或者那些 那些附属股啦 那些肯定 币定 所以啊 征定 aion 那些啊 什么 啊 还有 睡 头脑都慢了啦 还有睡啊 Bardini 或者那些啦 还有 Magnum 那些 那些附属股 还有就是银行股 附属股 啊 那些 会玩 比较注重那些 这些可以啦 钢铁 啊有中有 touch and go 啦 玩几天捞到就走 这样子玩不了 玩快的啊 那些比较中期的嘞哦 那些比较注重是那些啦 就是 touch and go 这个呢应该有机会 如果他掉下来一点的话 可以可以有机会去10% 2.13或者甚至20% 2.38哦 就这个最好掉下来一点才捞 啊最好啦 把这个我看他应该可以去到 可以去 2.13,2.38就比较难 2.13我觉得他能去啦 就10%啊 套利 啊 止损在1.76 止损我们放比较近了 也是要10%啊 1.76 这个touch and go啦 不要我是不会玩大啦 玩一点点 玩一点点过下影这样子可以啦 玩大我是不会玩啦 must you must you 因为中国那边没有仗啊 中国仗呢 我就两边 两边仗呢 我就比较有信心啦 啊这个暂时 止这边仗呢 然后他是捞底的 你看哦 你看哦 你看 你看啊 must you 他的 他的 走是什么 他还是下跌其次的啊 你看清楚啊 他还是下跌其次 他不是上升其次 他也没有突破 所以这些是捞一点底 给他捞一捞 他冲上去 捞一捞 本来我讲是touching ball的 但看来现在 这个啊 这个有 这个有动静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干铁只是有力 所以我们 可以试试啊 我不是 不会玩大啦 你看还是下跌其次的 捞一点点 今天突破这个 哦 他能 突破 0.34啊 也许可以 老一点点啊 老一点点嘛 sq 他的止损在这边 止损 我们全部放很 很 啊 比较止损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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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的止损啊 比较小的止损啊 我们不要放大的止损 因为这些 wantat sq 我们 是 是玩动力啊 他动力没有 我们就逃不了啊 lion industry lion industry 啊 mask又是什么啊 啊 5098啊 这个lion industry啊 lion industry没有 哎呦 4.2.3.5哦 4.2.3.5 4.2.3.5 他这边突破了 突破了 这个哦 这个 这个 0.625 可以捞看 0.675 跟0.72 lb aluminum 也是开始反弹 本你要玩lb呢 lb不如玩 p metal p metal比较强 mxc也是突破了 mxc mxc 啊 什么开码 mxc 没有开码 5916 这个是最高 这个啊 这个是最高 这个啊 这个是最高 哦 这个玩一点一点 也许OK啦 5916 突破3.3k 玩一点啊 哦 哦 呃 呃 但是看这个 但是看这边 这个很强哦 这个 这个mxc 哇 充到很强哦 哦 看一看 看一看 Vibonacci 或者我们看一看 Vibonacci 哦 Vibonacci 可以点到这边来 目标 这个跟这个 还是不能 Lsq 9881 还是不能 1m 7217分 还是 我觉得还是不能啊 Lsq 还是不能 9881 打信 打信也是逃命了 那天在这边逃命了 这个是不能 打信 0211 打信呢 如果还没有逃 应该这几天会反弹 有什么反弹 你逃了先哦 你们全部买高的逃了先哦 如果你们 你们 你们全部买高了的 这几天这个反弹 就是逃命波了 这些全部是逃命波 如果你要玩的呢 你要投资 玩一点点爽下可以了 因为这全部是下跌趋势 这也不是突破 不是 不是什么大突破 这个玩一点点 可以玩 你讲 去 去玩大 这个我是不会了 我是不会 因为他们很强的下跌趋势 然后中国这边 他又还没有真正的大反弹 暂时捞一点迪 如果他继续再上 他突破 一层一层的 这个压力 他突破了 慢慢夹哦 今天讲究的东西 不好意思 今天不是太舒服 明天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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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